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汉语。 在上个视频中,我们已经学完了HSK三级需要掌握的所有名词。 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将会开始学习HSK三级需要掌握的动词。 搬 你能帮我搬一下桌子吗? Can you help me move the table? 你能帮我搬一下桌子吗? 带 快下雨了,你带伞了吗? It's going to ring. Have you brought your umbrella? 快下雨了,你带伞了吗? 发 如果改时间,我会给你们发电子邮件。 If the time changed, I will send an email to you. 如果改时间,我会给你们发电子邮件。 放 放 你先回家放行李,然后我们再去吃饭。 You go home and put your luggage first, then we go to eat. 你先回家放行李,然后我们再去吃饭。 分 有些人分不清汉语和日语。 有些人分不清汉语和日语。 关 关 请帮我关一下门,谢谢。 Please close the door for me, thank you. 请帮我关一下门,谢谢。 过 过 过 你的假期是怎么过的? How did you spend your holiday? 你的假期是怎么过的? 花 如果你想学好汉语,还需要多花一点时间。 If you want to learn Chinese well, you need to spend more time. 如果你想学好汉语,还需要多花一点时间。 你在画什么呢? What are you drawing? 你在画什么呢? 还 还 Lily让我把这本书还给你。 Lily asked me to written this book to you. Lily Lily让我把这本书还给你。 是 是 我可以试一下那条红色的裙子吗? Can I try that red skirt? 我可以试一下那条红色的裙子吗? 换 换 换 请问 你能和我换一下座位吗? Could you please change your seats with me? 请问 你能和我换一下座位吗? 你能和我换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能和我换一下吗? 你能和我换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换 我换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换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能和我换一下子吗? 你能和我换一下子吗? 我换一下子吗? I have to pick up my son from school after work. 下班后 我要去学校接我儿子 我换一下子 哭 妈妈说我小时候特别爱哭 My mother says I cried a lot when I was young Mama说我小时候特别爱哭 Gie Gie 这本书是我从图书馆借来的 I borrowed this book from the library 这本书是我从图书馆借来的 拿 天气有点冷了 我去拿一件衣服 It's a little coat I'm going to take a clothes 天气有点冷了 我去拿一件衣服 骑 骑 我每个周末都会和爸爸 一起去公园骑自行车 I go to the park to ride back I go to the park with my father I will be weakened 我每个周末都会和爸爸 一起去公园骑自行车 Yong Yong Buyong danxin Wo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Don't worry I can take care of myself Buyong danxin Wo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Wode电脑坏了 Wo可以用你的吗 My computer is broken Can I use yours Wode电脑坏了 Wo可以用你的吗 Zhan Zhan Wo已经在这儿 Zhan了半个小时了 I have been standing here for half an hour Wode电脑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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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老师。 应该。 你应该告诉你妈妈你的想法。 You should tell yourself to your mother. 你应该告诉你妈妈你的想法。 愿意。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看电影吗? Could you like to go to the movies with me?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看电影吗? 需要。 他现在特别需要你的帮助。 He really needs your help now. 他现在特别需要你的帮助。 同意。 我爸爸不同意我和他结婚。 My father doesn't agree that I marry him. 我爸爸不同意我和他结婚。 习惯。 习惯。 我已经习惯了。 每天晚上十一点睡觉。 注意。 我已经习惯了。 我已经习惯了。 每天晚上十一点睡觉。 注意。 注意。 你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Be careful when you drive. 你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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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们来中国旅游。 Welcome to visit China. 欢迎你们来中国旅游。 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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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他说的都是真的。 I believe what he said is true. 我相信他说的都是真的。 担心。 担心。 我们不应该让爱我们的人担心。 We shouldn't let the people who love us worry. 我们不应该让爱我们的人担心。 害怕。 害怕。 不要害怕。 我会一直陪着你。 Don't be afraid. I will always be there for you. 不要害怕。 我会一直陪着你。 关心。 关心。 年轻人不要只想着工作。 还应该多关心父母。 满意。 我们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满意。 我们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满意。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satisfy everyone. 我们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满意。 生气。 她还在为我忘记她的生日这件事生气呢? She is still angry about that I forgot her birthday. 她还在为我忘记她的生日这件事生气呢? 放心。 你什么时候才能让我放心? When will you let me rest assured? 你什么时候才能让我放心? 打算 我打算下个月去美国旅游。 我打算下个月去美国旅游。 决定。 决定。 她们决定明年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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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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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你这样做对吗? Do you think you a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你认为你这样做对吗? 在汉语中,人们常常在动词后面加以下。 我想你已经学过了以下作为数量短语可以表示动作的次数。 比如。 拍一下桌子。 敲一下黑板。 眨一下眼睛。 同时, 以下还可以表示动作轻微,时间短。 比如。 等一下。 看一下。 休息一下。 在实际的使用中, 以下还可以使语气更加委婉。 也可以表达说话人的礼貌。 比如。 阿姨帮我开门。 和。 阿姨帮我开一下门。 帮我开门显得很不礼貌。 会让听的人不舒服。 但是。 帮我开一下门, 就会显得更有礼貌。 。 所以, 当你想向别人寻求帮助, 或者给别人建议的时候, 最好能在动词后面加一下。 比如。 如果有人挡住了你的路, 你可以说。 请让一下。 借过一下。 如果你需要打断别人, 你可以说。 打扰一下。 打断一下。 如果你想表达自己的意愿, 你可以说。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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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那本书。 我想。 试一下这条裙子。 我想。 听一下你的意见。 希望。 经过今天的学习, 大家能更准确的使用中文。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问题。 一。 你知道。 放心, 关心, 担心的区别吗? 请分别用这三个词造句。 二。 你还知道哪些带新字的词语。 欢迎在评论中告诉我们答案。 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也可以在评论中给我们留言。 希望我们的视频能帮助你更好的学习汉语。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赞、关注,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者你也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 观看更多有关汉语的内容。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